接下来呢 这个夜经会有经痛的女人 那经痛的女人代表什么 经痛的女人呢就是血鱼症 听到没有 就是血鱼 如果女人会有经痛 各位朋友 你们就是子宫癌跟乳癌的候选人 明白没有 所以为什么会痛呢 痛就是不痛 明白没有 所以呢 这个经痛呢 就会有情绪不稳定 身体酸痛 背痛 乳房脏痛 胃脏 甚至抽筋的问题 所以呢如果你开始 现在12岁以后 出巢以后 女人就开始给她吃 这个综合夜间草油 那如果我们家里有老人家 通常家里有这个小女孩出巢 她们都会炖什么老母鸡 跟这个白凤丸给她吃 对不对 但是现在很少人了 OK 然后外面所谓卖的那些什么金贵妃 OK 雕蝉柳叶 有没有 那如果我们要用那种名字呢 其实我们也有 我们叫做黄母娘娘金丹 听懂没有 因为我们的综合夜间草油里面呢 它除了有夜间草 它还有琉璃巨油 OK 就是Omega 6 而且我们还有怎么样呢 这个黄浆跟当归 夜间草油跟琉璃巨油呢 它能够舒缓 就是精通的症状 它能够增加这个子宫卵巢的血液流量 明白没有 黄浆里面呢 能够让这个子宫呢 怎么样呢 对这个阳气回升啊 明白没有 就是不会给子宫这么冷哦 平同 OK 然后呢 当归 它里面有磁激素 能够调理 这个磁激素跟黄底素的不稳定 的这种状况 而且呢 它这个产品还可以消水肿 明白没有 然后呢 如果长期服用 还有丰胸的效果 但是呢 一定要配上什么一起吃 E跟蛋白质 明白没有 OK 所以可以从A涨到C 明白没有 OK 好 所以呢 夜间草油 只是拿女性吃 男性吃的怎么办 夜间会从B纸流出来 听懂没有 OK好 接下来 更年期 女人呢 这一辈子呢 她来夜间呢 有可能就会到50岁 听懂没有 那50岁以后 如果一年里面都没有夜间来 才叫做停经 如果两三个月还会来一次 就不叫停经 那个就叫做乱经 听懂没有 已经接近更年期了 所以呢 更年期呢 如果没有得到良好的照顾跟调养 就会有热红潮 夜班倒汗 睡眠受干扰 情绪不稳定 生理结构改变 骨骼疏松 严重者会乱丢电视机 听到没有 哈哈哈哈 没有啦 开玩笑 所以呢 也就是说 夜间炒 这个夜间炒呢 很多人会问 夜间炒油 在来夜经的时候 可不可以吃 可以吃的 如果那个血流量 是很多的话呢 你就可以停了 但是没有的话 你吃 它能够帮你排子宫 雨雪 听懂没有 OK 然后呢 夜间炒油 更年期过后 可以吃吗 可以吗 所以你要问对问题 如果你问 可不可以吃 有钱吃 没有人会怪你 听懂没有 你问我 需要吃吗 听懂没有 那有钱 买来吃 没有害的 听懂没有 所以呢 那如果经济能力 不惜可 更年期过后 你就可以换 吃 Bekker Horse 听懂没有 Bekker Horse呢 就是黑生妈跟黄豆 黑生妈跟黄豆呢 它对注尽黄体素 跟泡暖素 具有调节的作用 因此 对更年期的症状 非常明显的帮助 黄豆含有 雌基素结构 类似的分子 它能够 预防骨骼疏松症 明白没有 而且呢 这些 异黄酮素呢 也被称为 植物雌基素 是非常好的 OK 然后呢 35岁以后的女人 她能够吃 那如果你们的 这些斑 是因为内分泌 所导致的 明白没有 你们吃Bekker Horse 这些斑的问题 会减少 OK 然后呢 好 可以吃啊 没有问题的 35岁过后就可以吃了 会Cost什么 不会啊 这个不会去造成停静 它只是补助品 它不是Hormone 也不是什么 如果它没有拿来 预防这个症状 它能够拿来 怎么样呢 预防骨骼疏松症 听到没有 OK 而且它对你们 而且它对你们内分泌 混乱有很明显的效果 我的一个干嘛 是钻石在KK 他们的切斑 因为到接近 隔年期的时候 他们也50岁了 是很厉害的 就是透过我跟他说 你加这个产品下去 奶季 Multi-Garote你吃 它的切斑 现在完全好了 没有 没有看到有了 为什么 你一老的时候 你内分泌 就一定混乱了 它另外一种 是因为压力 心情的忧郁 也会造成的 听到没有 OK 好 没有了 OK 来快了 你们要考试了 等一下 OK 好